Hello大家好,我是潘大师,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,来观战一下武智的鱼女啊,依然是稳坐S1鱼女的宝珠,哎,这边第一个点,调尸,调香是大鱼女,哎,蛮好看的啊,这个调尸,我没记错的话,是一个S级的老调香,看见了,好,这边这次带的是闪现,闪现的话呢,其实我觉得调尸可操作的空间不高,大不了闪现破箱,然后水气包, 然后这里已经是60点水气了,香水一放,跟住,逼他往回走,逼他往回走,这样的话呢,水气再一包,这个香水就很尴尬了,看下这边的一个水气释放,压过来,好,往里,你一进我就收X,不收吗,这一波他不选择收,不选择收,跟进距离以后,那条士边浇一瓶香水,卡个板子,香水一放, 追一刀香水回,这样的话,再进板子,我觉得这个,虽然说这边也有水气啊,条件会被压一压,但是,这个伤害,就造成的比较慢了,冲一手可以,哇,直接85了,收一叉,没收到,打一刀香水回,水气包,漂亮, 嗯,刚才我是觉得那边收X还挺好的,闪现一刀弹,可以一个震射,直接打成了一个二阶,那这波看,球这边要不要来救了,或者说要不要卡半久,我觉得可以卡死救了,这个抓强势呢,我觉得,应该是,他的一个选择会更好,可能我刚才那边想的,直接收X, 他确实那波收X能够收出30%的水气,但是,他并不一定有比较好的一个击倒教育,一波收X,没能收到东西,这边想卡半久,绕圈圈,继续,再来,绕,绕,绕,没绕到东西,一刀拿到条尸, 佣兵那边算是一个无伤救人,嗯,条香水这边拉开,佣兵继续,佣兵可能还是要过来干扰一手吧,看一下待会儿这边,鱼女怎么选择丢叉来封机子啊,他肯定是要封一手机子的,嗯,然后看将士岛的位置,岛在哪里,会不会有机子让他封到,这边应该是看一下密码机,我回挂的话,挂哪里,他就近挂上,就近挂上这边好像没有机子可以让他封,然后这套阵容呢,有冒险家,祭司过来了, 祭司这边修旁边的机子,起一个水汽,冲过去,干扰一手祭司,还刚好这边祭司的机子在,看了一眼,祭司这边机子刚起的,没有,没有绕一圈啊,他怕这边万一被偷了,求稳,选择先来挂飞,这个条尸再往后打,那么这样的话,穷者三人camp站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,佣兵这边是,一波包被包住,然后这边看转圈圈,这波能打一个双打的话,我觉得鱼女还有机会能征设的,打,震设, 能捞下来吗,捞下来,优兵这边直接打,条尸这边,一刀,没能打中,没能打中,进医院的这个点位的板子是没有下掉的,这边冲刺,拦住条尸,好的,冲到,一个收叉boss,漂亮,很舒服,那这波创刀打完以后,优兵这边是直接被挂上,求者这边还要考虑了一波救人,祭司的机子水落到,休了50%, 二楼还有一台遗产机,机子其实差不多够了,机子其实差不多够了,冲刑家这边的话,这个输业补博,理论上面来讲,这三台机已经是,总量应该是够了的,我们算一下,对吧,这边总量已经是够了的,就是祭司这边来救一波人,但要看密码机的一个分配了, 知不知道二楼有一台机子,这台机子怎么去补,目前来看的话,看到那边祭司机在动,所以这边选择过来压,找到了冲刑家,那这人救不下来了,这边有传送,先逼你过去,然后传送,可传,可传,传送过去,一刀好的,祭司要去修二楼的机子,那这边没人救人,那自己也不行,祭司如果说来救人, 还是路人去啊,所以说在交流方面,最后的一个机子安排上面,没有能够达成一次,然后求人那边的话,就是傭兵刚才那波的话,还是被伍制的这个鱼女防守打到了,不过二阶鱼女的一个防守能力确实强, 机子选择点亮,点亮的话,我觉得甚至有机会能四抓,他其实不点会不会更好一点,点亮嘛,这边就是包一个大圈, 先把这边的医院压住,然后再看情况,先把医院压住,然后傭兵挂飞以后再看情况,这边来往两边排一排,把水汽包一包, 祭司手里三个洞,你上来我就直接打洞下去,看见了吗,看见了,看见这边跟,跟上来,祭司还没有什么太好的身位可以打洞啊,冲,没冲到,跟洞, 再戳,戳大收叉,这个水汽如果人在医院里面,感觉这个水汽很难走得掉, 不过人在医院外面还行,你看这个水汽,这这这这,拿个板子,吃百分之六七十的水汽,都不值,八十的结晶, 再一波收,其实我观战了这么多次了,然后二楼的,一二楼的水汽,我依然不是特别卡得走,漂亮,一刀带走四抓,很完美,打得非常好,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,感到告别,我们下次见,拜拜